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灯红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灯红 要我们自法守法 据理力争 美国宪法第一收征案 保证民众言论自由 但是Facebook脸书禁止了川普的脸书 能禁得住吗 有法律依据吗 我们今天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在上个礼拜川普他的账户能不能重新恢复 我们最后决定是谁决定 是Facebook里边的监督委员会 这个监督委员会在上个礼拜做出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 他说川普在1月6号因为揽用了Facebook 所以话在尤其是鼓动了国会暴动事件 所以话停止了川普的账户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他有另外一个决定 他说但是Facebook的话不能够无限期 这样子的来暂停川普的Facebook 他必须在半年之内 在6个月之内做出一个决定 要么永久停止川普的账户 要么恢复川普的账户 所以这个决定里边的话 是引起外界的争议 因为民主党的人士认为川普利用Facebook里边的话 已有3200多万的这个关注户 在推特上面的话 有8000多万人的关注 随后他在里边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民众 尤其是当时他是总统的一个职位 不过为什么Facebook能够来决定 不允许他的账户恢复呢 这个决定的话是由 所谓的Facebook脸书最高法院来决定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最高法院 是Facebook的最高法院呢 就是当年在成立的时候 他们因为Facebook 他说随便停别人账户 以后停止别人的posting这种情形 很多人认为就妨碍了言论自由 所以他们组织了20位专家 以后组织了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属于Facebook 他自己内部的一个委员会 他虽然聘请了20名专家来做委员 但是这个委员会基本上是属于比较独立的 所以包括的话 在台来自台湾的政治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Catherine Chen 还有Stanford 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教授 叫Michael McConnell McConnell他以前的话 是法学院宪法的教授 后来他又担任了存回法院的上诉法官 后来退休退休下来 他现在在Stanford法学院里面做宪法的教授 所以这些专家以后他们透过讨论 他做出了这些决定 以后这有没有办法上诉 没有办法上诉 所以为什么叫最高法院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感觉到 为什么Facebook有那么大的力量 其实真正的给他的力量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是1996年 美国国会通过的通讯文明法案 这个法案的话 他有一个是230条款 230条款就是说 像报纸杂志书刊 如果是你印刷了一些 可能是引起诽谤的这些文章书籍 那基本上出版商报纸的发行人会被告 但是230就是给了网络平台一个保护 他说就管的话 在网络平台上面 有一些中商的诽谤的 你可以告posting的人 但是你不能够告这个平台 Facebook Twitter所有的这些 就是受了230保护 当初川普想办法要推动取消230的保护 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些高科技 没有保护伞 但是得不到民主党的支持 所以现在还是Facebook要得到了230的保护 所以你要告他说 你这个平台不能够无缘无故停我的账户 但是的话230保护 你告不到平台 以后所以但是为了平民愤 Facebook还成立了独立的组织 这个组织里边基本上还是蛮公正的 现在在过去那么多的案子判下来的话 80%以上是觉得Facebook是妨碍的使用户的 言论自由 当然很重要一点的话 美国的言论自由是保证民众言论自由 为什么川普他作为前总统的话 他的账户被停掉 而没有任何办法 很重要一点 美国的宪法 不管是第一搜证案到第10搜证案 还是26搜证案 他们是监督限制政府的行为 所以政府不能够妨碍原民众的言论自由 政府的话没有搜查令 不能够侵犯民权 到别人家里面搜查 政府的话要跟民众解释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有权利聘请律师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是政府没有做这个行为 很多所以为什么警察他要问你话 他要问你 他必须要跟你讲美临达警告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有权利聘请律师 但是他他找第三者 不是警察的 以后的话你跟他问话了 以后他不需要跟你解释 同样的 政府不能够妨碍民众的言论自由 这个第一搜证案 它是禁止政府的行为 好像我们现在要游行示威 以后BLM可以拿到游行执照 但是的话你不能够说你3K党 以后的话你不能够拿 拿游行执照这个就是进政府的行为 是违宪的 所以同样的政府可以管理 游行示威里边的话 你在几点钟 traffic的时间是多少 是什么东西 也可以有几个限制 但是不能够禁止里边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第一搜证案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民众觉得 为什么总统第一搜证案 言论自由会受阻呢 其实并没有阻止 因为Facebook是一个私营企业 不是政府机构 但是也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私营企业 它有垄断的地位 除了Facebook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 像Facebook一样的竞争对手 没有 像Google一样 有没有其他的稍缩引擎 能够跟Google对抗 没有 像Twitter一样 同样的每一个领域里边 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机构 已经是非常膨大 影响力非常大 就算川普当年他说 我们另立炉灶 以后要支持Powler 另外一个平台 但是Powler 毕竟影响力 没有Facebook那么厉害 之后你说要Clubhouse 来取代推特 这些的话还是一样 有一定的限制 影响力没那么大 在川普来说 他希望他有3200多万人来跟随他 在推特里边 他有8000多万人跟随他 所以这个是影响力非常大的 当然川普闲不下来 不会因为脸书的禁令 而停止工作 因为脸书 有可能半年之内做出决定 但是半年之内 有两个不同样的结果 有可能是禁的 有可能是恢复了 但是这个部分都有可能 但是问题在230的保护之下 由于是取消的川普的账户 有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对川普来说 他隐言失望行使 他的政治影响力 毕竟他现在也显不住 你们可以看得出 他在两个礼拜以前 已经是意识到 不能够将全部希望寄托在 Facebook 还有这些自由派的平台上面 所以他自己的创了一个网站 叫JohnDonaldJTrump.com 以后他自己里边的话 也有一个发布新闻了 你看看第一天 今天的发布新闻 他说现在的话 共和共和党 现在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就是也可以让恢复共和党 重新脱股换股的 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的话 就是说应该要将 Liz Cheney这个职位的话 让给另外一个Stephanie 国会议员 让他来作为共和党 第三高的职位 作为一个领导人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能够带领共和党进入新的阶段 可以看得出的话 川普同样的还是利用 传统的internet网站来开始推了 当然在推里面的话 我们光在看了他 他有Facebook 也有Twitter 也有这个部分的话 他也是可以推他的文章而已 他没办法在目前来说 没有办法在Twitter里面 设立他自己的一个账户 独立的账户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 针对的大的公司 有这个垄断行为 现在国会也有很大的呼声 所以这些平台能够因为你的观点 你的一些政治立项 他可以封你的账户 以后这个部分 这是因为他占有垄断的地位 所以现在的话 共和党也想办法要调查 富裕的话 这个要求国会调查 这些高科技公司 有没有垄断的行为 当然在这个同时 川普里面的话也可以看得出 川普会不会因为Facebook 进驻他的账户 他就停下来 在这个礼拜 就像刚才讲的 Liz Cheney 礼拜三 共和党内部会进行投票 要不要将Liz Cheney 从第三高的共和党职位拉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出川普 他现在还是不断的努力 想办法卷土重来 现在可以看得出 由十位在国会曾经投票 支持弹劾川普总统 就是因为他1月6号支持 国会暴动的行为 所以以这个理由 十位共和党的议员 现在也是面临着 抽后算账的命运的 Liz Cheney 有个有可能礼拜三被换下来 Liz Cheney 这上个礼拜 在Washington Post里边 她也发表她的一个社论 以后她的文章 她说现在共和党面临一个很 很重很关键的一个决策 要么就是我们保持 传统的共和党的政治理念 要么就是支持川普的 一些不当的行为 所以他现在很不幸 里边的话 现在共和党 大部分的人数 大部分的民众 议员还是认同川普的立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星期 国会山庄 在共和党内部 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之后 经过重组 有可能重组出来的面貌 是比较是支持川普的 这种情形的话 明年又面临了中期的选举 有可能因为川普的支持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让共和党调整了新的方向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